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 今天上午傳主犯江青到庭受審 證人廖末沙出庭作證 下審判庭提供了他因江青解明誣陷而遭迫害的情況 江青誣陷我是很厲害的手 他就是無憑無懼的心口噴人 我被無辜地觀念了八年多 就流患腦袋了三年 癌疲癌痘也有幾百川 你不必做假啦 三家三家是五分 五分家,長起來 為什麼自己講話 我有凡天會 你怎麼還人接看你 快自己講啦 你怎麼能裝去,不准他走啊 我說兩人怎麼辦 你怎麼怎麼辦 你怎麼怎麼辦 你有什麼話要成熟或編復的 你現在可以講 這可以有你們說的大量事實 那是在雞蛋裡頭撿骨頭 撿來撿去 說是朝他們家打了我的旗號 是你們說的我才知道的 通過醜化我 醜化毛澤東主席 醜化億萬人民參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啊 毛澤東主席的妻子 三十八年整啊 認識還不值 共患難啊 戰爭的時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隨毛澤東主席的 只有我一個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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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躲到哪兒去了 你們躲到哪兒去了 被告人講起你聽著 我聽著呢 我聽著呢 不然特別檢察庭指控你的反革命罪行 本法庭給了你 重複的成熟和辯護時間 重複的 上次問再三問你 你們有說的嗎 給了你 重複的成熟和辯護的時間 但是你迴避 特別檢察庭指控你的罪行 不然而 利用法庭辯論的時刻 發表反革命的聲明 即所謂我的一點看法 特別法庭 將依法追究你的行事責任 叫孫悟空 根據行事訴訟法 119條的規矩 現在我宣布 這個被告人將請退出法庭 等候宣辦 把被告人將請壓下下 你們四個人在一起談了些什麼 我前頭也不知道 談些什麼我怎麼知道 他們五家被搜查 你知道不知道 我就看了你們這裏的材料 每次問我這個事 我還知道 問你被搜查的時候 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這些話你講都沒有 是不是這樣說 我記不清楚 相信我警告你 不許你媽的公眾人的話 也 我跟你講過了 我很尊重 執行 毛澤東主席的 政策的 方針的 最高人民法庭 但是不執行了 我就是 河上打的傘 無法無天 我沒有 我跟鄧小平有鬥爭 這是事實 剛才說的話 你們都記下來 但是他沒有做過 我沒有聽說過 怎麼說 我說太多了 他喊天 造謠 是誰說的 誰就是造謠 誰也就是 牽著手 另一被告 張春橋的態度 就相反 我現在告訴你 不管你是 無言可答 會則是 絕不回答 都不影響 被法庭的聲判 黃鴻文選擇認罪 還有四人幫的文膽 姚文元 法庭曾經出示 錄音、文件等物證 有傳召多位證人作供 當時輿論對審訊和判決 有不同意見 後世は 在場を徹底的に否認した 反徒被告人 批判決 死刑 犯罪 犯罪 革命無罪 革命を志す者に罪はない という文革のスローガン その後 無期懲役に 厳禁されたものの 最後は 自ら命を絶った 不可適 私が信頼して 過世の位置を 不可適 亡格